好,我们现在开始吧,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第四六节课,我们现在是讲这个Pandas四节课里面的第二节课,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跟每次课之前一样呢,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几课讲什么东西,对吧,我们说了这个Pandas呢,它就是做Python做数据处理最重要的一个module,对吧,然后我们上几课用了一个case study吧, 就是我们去稍微分析了一下New York taxi data,对吧,我们网上呢有一个,你看这个Amazon S3的一个bucket,然后可以得到有约每一个每一年每一个月的它的这个taxi data,对吧,我们呢做了好多这个exploitory data analysis,叫EDA,对吧,然后就是做数据的一些预处理分析,对吧, 然后我们讲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df.sample啊,点head,点tail,对吧,看一下df的点types,对吧,然后df的这些columns,对吧,还有df的什么index,这也可以,对吧,然后我们说了每一个column呢,其实你可以认为它就像一个numpad的一个array一样,对吧,你可以求一下它的mean,meeting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的,variance,这些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讲了这个,这个data frame准备都是很大的,对吧,我们准备选取其中的几个column很快,对吧,这样的话你要用一个double brackets,对吧,我这里呢就是写进了一个list,就是其实是一个list里面,一个bracket里面在套一个bracket,对吧,所以是一个double brackets, 然后我们讲了这个garbage in,garbage out,对吧,所以我们保证要保证这个data是可信的,对吧,然后保证这个data的这个quality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这里用了一个list comprehension,然后去选择一些column,对吧,这里讲的是怎么去delete一个column,对吧,然后这里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做另一个for loop,不要的可以delete掉, 对吧,然后呢你要稍微defensive一下,对吧,你先判断一下这个column是不是在这个column里面,否则的话,它就会报错,对吧,对于categorical的这个variable的话,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个function,叫value count,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每一个value,它被发现了多少次,对吧,然后我们说了这样一个data structure叫panda series,对吧,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一位的data,对吧,dataframe是一个二位的data,然后这个一位data呢有values,就是后面右边这些数,对吧,也有这个index,index就是前面这个1,5,2,4,对吧,然后这个index呢其实类似于这个diction里面的这个key,对吧,所以它能够方便查找,对吧,就是这个,对吧,我们这里confirm一下,这个是panda series, 然后我们还讲了,这个是做fancy indexing,对吧,我们之前讲,囊牌的时候讲过,对吧,如果你在一个index里面加入一个list,对吧,我们这里就是选择第二个column,第三个column,第四个column,第五个column,第六个column,和到时候第二个,到时候第一个column,对吧,因为这个column呢,是这个categorical的column,对吧,所以我们都可以做value count,这样的话, 那你写这,稍微就写几行code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一下,每个categorical它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分布,是什么样子,对吧,然后我们这里也开始接触到这个做图了,对吧,然后我们做图,的话,在Python一般用这个metaportlab,对吧,然后也有机遇,这个是比较low level的一个package,也有机遇,Python的metaportlab,比如叫seaborn,对吧,当然你,基本上你, 只要掌握一种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是做这个historical plot,然后这个图呢,完全screw to the left,对吧,因为右边的data进门都为零,所以没这么好看,然后你看,我们用了这个,这也是标准的一个写法,对吧,就用这个PLT,做一个historical plot,然后有些同学,在这个作业里面写,就是你做了一个图,然后按回车,然后又看不到图,是为什么呢,因为, 你没有写这句话,你可以再执行一次,它会给你这个图,或者呢,你写这个metaportlab,inline,这是可以的,这个inline,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这个plot,做完图之后,它默认的这个输出呢,就是这个屏幕,它可能之前呢,不是屏幕,或者它不知道你是要输出到,比如说一个文件里面,还是要到一个另外的一个,端口上面去,还是啥的,就是它不清楚,你要写这句话,就能够保证,能够, 每次都能够出现这个图,然后我们,你看我们这里的话,这是对column进行选择,对吧,然后我们也可以对row进行选择,这row对,就是不同的row进行选择的话,一般是用这个booling index,就是,我们想找到满足某个条件的那些observation,对吧,比如说我们这就是满足条件的这个chip distance,如果是大于100的话,我就选出来了,否则我就没有被选出来,对吧,column呢,我就选了这两个column,对吧, 所以呢,我既选择 row,又选择这column, row呢,是by boolean indexing,对吧, 这column呢,就是by the column name,这是一个经常常用的一个方法,这是这个,对吧,然后我们呢,就看出来这个chip distance呢,有1%的是为0,对吧,但是我们的这个直观看来讲的话,谁打车距离为0呢,对吧,这不太make sense,所以呢,你可能要做一些preprocessing或者imputing,什么之种,但是我们现在这里面还没做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可能做model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些data给remove掉,或者怎么样,对吧,因为如果它为0的话,然后价格还有,那就是一个outlier,对吧,就可能有点不太对了, 然后呢,我们是试图呢,去对每一个continuous variable去做一个这样的chip distance plot, 那在做这个之前呢,我们都用了一个high cut和low cut,对吧,因为,因为有很多,经常有像这样的话,出现一些极致,对吧,这极致出现数是非常之少的,但是呢,做Hitgram plot的时候呢,这个data呢,就全部往左边去了,或者全部往右边去了,就这样,看不出这个数据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规律,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用了1%和99%,把这个, 直取中间的这个98%的这个数据,两边呢,就把它扔掉了,其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大致看出来,这个,比如说,这个打车的这个距离,它的分布是一个什么样子,对吧, 然后,我们也试图去save这个figure,对吧,就,我们这样的话,把这个图给存起来了,你看,这是这个存图的这个, 文件名,对吧,就fix,然后这是用相对路径,对吧, 相对路径都是从Jupy Notebook,它所在的这个文件家开始算的,对吧,就是说,它现在所在这个文件家里面,有个文件家叫fix,对吧, 在下面呢,我就存在这个column.png,对吧, 然后这个dpn是这个分辨率,就是,叫dots per inch, 这个,你剩下多少应该都没什么太多问题, 我们可以对所谓的这个continuous column,做一个同样的一个操作,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呢,就能看到每一个continuous variable,它的这个大致分布是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呢,我们还讲了就是,有时候呢,我们需要改变一个column的这个data type,对吧, 我们之前看到的的话,有些就是一个object,对吧,这个object其实就是一个stream的意思,就是最generic的一个type,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很明显,有个pickup time和jupup time,对吧, 我们最好来把它改成这个python data time这样一个object,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做一些跟时间相关的一些操作,对吧,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它打车的时间呢,对吧, 那就这两个时间相减一下就行了,对吧, 如果它这两个stream相减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没有定义,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下data time这个change,对吧, pandas里面,change这个data time就是去data time,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告诉它这个format大概是长成什么样子,OK, 在做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data time的一些function,对吧, 然后比如说得出这个打车这个记录呢是星期几,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要derive一些new columns,对吧, 怎么derive一个new columns呢有好多种方法其实是,对吧, 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用这个apply function,apply function呢就是, 然后你再写一个function,对吧,比如说getweekday, 这个getweekday呢就有一个argument,这个argument呢就是, 你可以认为就是这里面的某一条记录,就是这个x,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样就把x.weekday求出来了,对吧, 另外一种方法呢,因为这个function实在是太简单,对吧, 我们呢可以用这个nambla function,这个叫匿名function,对吧, 它是在什么场合用到的呢,就是这个function只用一次, 或者这个function非常simple,所以呢,它是为了要节省大家的时间,对吧, 这样的话你不用写三行,你只用写一行就行了,对吧, 当然如果你以前没接触过这个概念的话, 你会觉得有一个新的概念在这里面,所以你要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理解, 我看,对,我看晋诗写的时候,写序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定义了一个function, 你就没必要用这个nambla function,你是这么写的, 就是nambda,x,然后getweekday,对吧, 然后再写个x,这样是一个累赘的写法,就是, 你就写个getweekday就行了,你就只要pass进去这个functionname就行了, 跟刚才这样写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你想这个匿名方形就是因为它,这个方形是没有名字的,对吧, 你现在方形有名字了,你就没有必要用这个匿名方形, ok,我看,嗯,有位同学说什么,啊,对,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大家这个作业,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反馈, 然后,让大家就写code更加地道一点, 其实这里呢,我们还没有说这个事情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写法,对吧,这个图灵就知道, 你可以写成weekday3,对吧,但我这里没啥执行,我前面还没有执行, 你呢,就用,也是从这个column来的,对吧, 对于这个stream和datetime的这些column呢,你可以写个dt或者写个str, 这个我们下节课或者下下节课会讲, 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weekday, weekday,对吧,我们的这个后面应该打个扣号, 这样的话也是一样的,其实是, 而且呢,这种操作呢,是做一个项链化的一个操作, 所以它的速度呢,要比用这个apply要快很多, 到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会具体讲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stream和datetime这些column, 然后呢,你可能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function,对吧, 就没必要写这些num的function,或者专门写个function出来, OK,就这个,有了这个上车时间和下车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出来,对吧, 然后呢,求出它的这个total second, 这total second就是trip time in minutes,对吧, 所以你看我这里的话,这个column name, 我写的非常清楚,叫trip time in minutes,对吧, 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起义,对吧, 如果你就写个trip time, 你就看这个,才不确定是个minute或者second, 或者什么样,对吧,hours, 这个有时候呢,也要,也得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哎,你说,刚刚那个weekday不用打括号, 不用打括号,对吧, 这就直接是个attribute,对, 对,那就是一个attribute, 但我这里的话是打括号,是吧, 对,因为上面那个好像是个function吧, 对,这是一个function, 这是,但这个是个attribute, 这样的话,距离的话,你要去看这个documentation去试试, 嗯, 这是这个,嗯, 我们呢,有了这个距离,也有了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距离除以这个时间,对吧, 然后就算出它的这个speed,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每一条记录, 它这个行车的平均,呃,速度是多少,对吧, 然后它document是mine每小时,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minute我就除一个60,对吧, 因为这个是除好,除再除,对吧, 所以它就变成了, 所以呢,我们呢,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 嗯,嗯,就是你derive这些,呃, column,它,呃, 会不会make sense,对吧, 这样的话,比如我们这里就是, 把这三个column给选取出来, 然后随机抽取10个sample, 给我们看看,对吧, 比如这个15mine每小时,对吧, 10mine每小时,11,11,都不是很快,对吧, 对吧,还算make sense,对吧, 你看这里就为0了,对吧, 因为它这个chiptic为0,啊, 所以呢,这个,这个就可能有点问题,对吧, 我们说了,可能,呃, 你做model,或者做任何事情呢, 你可能要做一些处理,对吧, 否则,你花一大堆时间去做model,啊, 然后,去挑战,都没什么用,对吧, 因为这个beta就是错的, beta就是有,至少是很有问题的, 对吧,啊, 所以,呃,你就是在徒劳,其实是,啊, 好,呃,我们这里呢,看看这里,呃, 啊,就是like histogram plot,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呃,啊,这个aggregation, 我们上次好像没讲,对吧, I stopped here,我放在这里了, 我们等会去想这些,呃, 怎么做这个aggregation, ok,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作业吧, 这个作业呢,呃,你看我是, 在这里, 把所有同学的作业都批了一下, 有些的我写了一些comments, 呃,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自己的这个作业, 呃,然后呢,呃, 呃,陀琳同学写的这个作业特别好, 所以呢,我觉得比我的这个solution还好, 所以呢,我就要拿他的这个,呃, 呃, notebook作为我们这个样本吧, 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写的, 呃,呃, 是在run,对吧,你看这个Python3这里有一个球, 对吧, 他说是kernalbusy,对吧, 所以他现在是呢,在读这个data, 然后到后面就比较快了,就是说, 啊,第一题,就还是download这个2017年6月的data, 对吧, 因为这个data算按月来算的, 啊, 然后他这里呢,就是建立了一个data这样文件夹, 对吧, 然后这里呢,就是把这个date,呃, 这个data type,啊, 给convert一下,对吧, 这个我们上个是一样的,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想只要找到6月6号这一天的这个data, 对吧,其他的data我都不要, 就是说,啊, 我这样的话,我先derive一个新的column, 叫date,对吧, 然后这个date呢,是,你看他用了这个dt, 这个关键词,对吧, 这样的话就把每个data time的这个date给提取出来了, 对吧,你看这个后面没有括号也是, 啊, 当然,如果你做完这个之后,啊, 其实最好的就是你可以给大家稍微显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他这个已经做完了,对吧, 啊,我可以, 啊, 你可以,啊,稍微看一看,啊,confirm一下, 这个对的,对吧, 这个怎么, 啊, 啊, 你怎么看呢, 就, sorry, 你就看把你这个derive的这个, 相关的这两个column,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你就随便做个sample, 对吧, 哦, key error, 哦, 对, 因为我们之前后面把这个data time, 这个pickup time给改了, 对吧, 所以他的这个, 啊, column name好像不是叫这个的, 我不是,好像就是叫pick, 也不是, 大写, 不好意思, 他去print去了, 啊, 你先看一下吧, 这是df.column, 对吧, 呃, pickup data time, 对吧, 叫pickup data time, ok, 呃, 这下一个, 哦, 因为这里没有了, 对, 啊, 这个各种问题,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给common掉一下, 啊, 现在终于看到了, 对吧, 你看这里的话, 它是6月23号, 就把23提出来了, 对吧, 2月29号就把29提出来了, 对吧, 08呢, 就把8提出来了, 啊, 我们之前有, 同学就是, 呃, 不是用这种方法了, 就是比如他认为这是一个stream, 对吧, 就把stream这两个位置给提出出来, 然后再把它, 做一个substream, 对吧, 然后再convert成一个数字, 对吧, 呃, 这个方法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赞成, 对吧,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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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说这是hacker, 对吧, hacker就是这么干, 就是,呃, 你不算常规去干, 就是说, 你这个data如果稍微有点点变化呢, 你就, 你这个方法就不, 就可能不, 不work, 对吧, 我们呢, 这个既然是很明显, 这个data的object, 啊, 你就应该把它转化为一个data, 好, 这个呢, 呃, 然后呢, 做一个subset, 对吧, 我们就只选这个dfDate等于date, 就是值等于6的, 这些记录, 对吧, 其他的就不要了, 对吧, 然后这个叫sampleDF, 对吧, 然后这个fileName呢, 就是我们要存的它的这个名字, 对吧, 你看他的就是green taxi, 对吧, 然后他用了两个placeholder, 然后又用了这个format这个function, 对吧, 把year,month,day都放进去, 啊, 这就非常好,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没有这个, 呃, 文件的话, 他就去把这个, 就是没有这个csv这个file的话,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sampleDFsave成一个这样的csv, 对吧, 这样就没问题, 如果你执行完之后呢, 你就, 呃, 不是, 这个, 我看看, 你可以找到这个文件夹, 呃, 去看一下它在不在里面, 对吧, Data, 对吧, 你看有sample, 啊, 就在这里面了, 对吧, 哦哦, sorry, 是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同学做的, 你看green text201766, 对吧, 所以, 没有问题, 啊, 这就第一问, 对吧, 第二问呢, 就是说, 我们还是用刚才这个df, 对吧, 我们只是想生成, 嗯, 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 啊, 我这里把它写出来, 对吧, 如果大于, 呃, 呃, 就是high manage, 呃, 三到十呢, 就是medium manage, 对吧, 小于三的话就是low manage, 对吧, 然后它这里呢, 就用了这个np.where, 对吧, 呃, 其实np.where呢, 它只能实现一个两层的逻辑, 就是, 如果是这样, 就if true, 就是a, fors就等于b,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有三个category, 对吧, 当然你可以, 它把两个np.where, 给切套一下, 啊, 这也是可以的,啊,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呃, category更多的话, 啊, 就会出一点问题, 对吧, 那就会不是特别好看, 其实,啊, 这样的话呢, 其实, 你可以,呃, 另外写一个, 对吧, 我给大家稍微这样写一下吧, 啊, 这个方式呢, 啊, 怎么写呢, 首先呢, 它肯定是基于这个, 啊, chip distance里面来的, 对吧, 然后你就apply一个东西, 对吧, apply啥呢, 就是3, 因为这个方向不是特别简单, 对吧, 因为大于10就怎么样, 要3到10就怎么样, 对吧, 比如说,啊, find distance, 对吧, 其实也这样也可以了, 但我们前面,你要, 呃, 定一下这个, fine the distance, 嗯, 比较是x, 对吧, 然后这个x呢, 就是这里面的每个数字, 对吧, 所以呢, 就是if x大于10的时候, 你就怎么办了, 你就return一个, 啊, return,啊, 啊, high manage, 对吧, 然后呢, 在else, else呢, 就是, 啊, 就是el if,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写else, el if, 如果大于3的话, sorry, 怎么打去中文呢, 啊, 大于3的话, 那我们就return这个meeting, 可能是就抄一下, 是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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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点复杂, 就是有三行, 对吧, 但其实呢, 呃, 你这个方向可以更加复杂, 对吧, 你写十行或者比较复杂的,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我们执行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吧, 啊, 比如说我就把它这个给删掉, 看行不行, 我就不用np了, 啊, 你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呢, 也是一样的, 其实是, 然后呢, 其实这种解法呢, 就更加generic, 其实是, 因为如果你有10个category, 也是可以的, 啊, 当然, 呃, 呃, 我们把一个continuous variable, 要改成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 在, pandas里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操作, 对吧, 对于一个很常见的操作, 你都要去想一下, 呃, 呃, pandas里面有没有现成的这个package, 对吧, 你就写一个pandas, 那么, continuous variable, 就帮大家去, 呃, 去categorical, 你看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都不是我说的, 其实, 然后呢, 它第一条记录就来了, 对吧, 就有, 它那点cut, 对吧, 然后呢, 你也好好去读一下它的这些arguments, 对吧,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examples, 对吧, 你看呢, 就是, 这是cut的一个series, 分为三段, 怎么办, 对吧, 有很多这个examples, 对吧, 你呢, 就只要去想想这个, 怎么pass这些arguments, 对吧, 你这样写的也是可以的, 其实是, 就是这个, 第三题, 这个大家一般都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mode找出来, 对吧, 你是做一个value count, 然后去看这个index等于, 因为value count就是从大大小排列嘛, 对吧, 然后, 就是, 我们要找这个第一位的index, 对吧, 那就index0, 没问题, 就把dfmode给找出来了, 然后呢, 它就直接用了这个replace, 对吧, 把有0的地方呢, 就replace成为这个dfnode, 然后inplace等于true, 对吧, 这样没问题, 啊,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column names, 对吧, 这样你也可以去google一下, 对吧, how to change dataframe names in pandas, 什么, 它就有好几种方法, 其实是, 比如这就是一种方法, 对吧, 它的, 呃, 这个old name,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用这个df.rename, 对吧, rename的话, 你有个argument叫column, 然后你pass进去一个, 一个dictionary, 对吧, 它key呢就是old name, value呢就是new name, 这样是可以的, 然后inplace等于true,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做一个原位操作, 对吧, 就把df给改了, 大家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q5, 这个我们上课讲过了, 对吧, 也不用多说, 然后, 嗯, 这里, 啊, 这里呢它稍微, 呃, 写复杂了一点点, 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要把这三个靠能放在最前面, 其余的靠能就是放在后面, 是吧, 啊, 其实有, 当然也有好几种方法写的, 就是, 嗯, 我给大家写一写, 那我先看看我现在这个df, 是长得怎么样, 是吧, 它长得, 它已经在最前面了, OK, 啊, 那没关系, 我现在假装它不在这个前面, 好吧, 我就把这个要order放在前面, 对吧, OK, 啊, 那剩下的column怎么办呢, 你就写个比如说, 呃, column, 等于啥呢, 也建一个list吧, 一个什么样的list呢, 就是column和, column, 因为这个list comprehension, 对吧, df.column, 啊, if, 这个column, not in, 这个column, 啊, to reorder, 对吧, 啊, 这样的话, 就是, 剩下的这些column都在这里了,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只要用写这个df, 啊, 啊, 就是column, 啊, to reorder, 然后再加上, 这个rest, 你做个list的这个comprehension, 就是把两个list的元素合起来, 对吧, 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你看我们这样写, 啊, 这样没问题,对吧, 你看这个, 就这样的天下, 就在这个前面了, 对吧, 你也可以把, 就是直接返回这个df, 就是可以的,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原位操作, 啊, 他呢, 这里的话, 啊, 啊, 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就是说, 因为他用了这个df.insert, 对吧, 就是在第0个column, 啊, 这是column name, 对吧, 然后去insert一下这个, 啊, column这些value, 是这样子, 对吧, 然后也能够实现这个效果, 当然你知道能够实现也是ok的, 其实是, 好, 这就涉及到我们, 啊, 怎么做aggregation, 怎么做图,啊, 然后跟我们这个课堂要讲的这个例子来是非常之像的, 我们现在就稍微讲一下, 啊, 这个, 这两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对吧, 就是derive这个df, 就是trip time in minutes, 和speed,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是想知道, 每一天, 啊, 就是, 就是, 这是一个月的对象嘛, 一个月大概可能有三十天, 对吧, 每一天, 有多少打车的, 对吧, 有多少人次, 对吧, 然后也想知道, 每一天, 就是多少, 对吧, 啊, 你这里不写trip time, 你写其他一个column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就是变成count by day, 对吧, 我们先, 我们就这样可以看一下这个count by day, 长什么样子, 对吧, 啊, 他这里有一个, 我就直接用这个吧, 所以他的这个lens就是30, 对吧, 这就make sense, 因为我们这个月是30天, 对吧, 对的话就是, 这个, 我忘了是几月份了, 可能是, 这个月的1号, 是这么多人打底, 对吧, 2号这么多, 3号这么多, 对吧, 你看这个3号就明显要多一点, 对吧, 因为他有4万多一点点, 然后你看3号如果加上7, 等于10号的时候, 他也4号, 也有4万多, 对吧, 说明这一天打底的人就是很多, 对吧, 如果照这个趋势推断的话, 那17号也会多一点, 对吧, 你看这个17号是39, 就比他旁边这几天要多一些, 是不是, 再说就24号, 你看也会多一点, 对吧, 37,000, 37,000, 35,000, 30,000, 27,000, 25,000, 对吧, 说明我们从这个数据里面, 就能够发现一些规律了, 对不对, 这是count by day,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叫speed by day, 就是我们想把每一天的这个速度的, 中位数给算出来, 对吧, 因为, 呃, 这里为什么用中位数呢, 因为这个你选min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是把这个距离除以时间, 对吧, 那可能有些时间为几乎为零, 对吧, 然后这个speed呢, 可能巨大无比, 对吧, 或者这个tripdx为零, 那这个speed也为零, 对吧, 当然可能它就只是1%, 2%的这个data, 但是呢, 你用min把它都放进去的话, 这个统计起来就是不太准确, 所以你用median的话, 你就, 它是insensitive to outliers, 对吧, 啊, 你就可以, 不用把这些, 啊, 比较奇怪的这个记录给删掉, 我们做这种操作, 对吧, 啊,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speed by day, 找到什么样子, 对, 那这样, 对吧, 你看, 就是这就说明是1号的, 平均数是10.58, 对吧, 2号是10.27, 对吧, 就这样一次类推, 大概呢, 基本上都是10, 11,12, 对吧, 所以呢, 它这个median, 还是基本上稳定的, 当然我们可以做个图, 大家看看它是长成什么样子, 对吧, 啊, 啊, get the weekday for each day, 对吧, 啊, 所以呢, 它又生成了两个, 生成了一个新的column, 对吧, 这column呢, 是, 呃, 这个column是weekday, 对吧, 就是从0到6, 对吧, 0是代表monday, 6来代表sunday, 对吧, 然后呢, 它, 这个做出来是什么样子, OK,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我写的, 还是它, 就是weekday, 然后看看它是, 什么样子, 是这个样子, 对吧, 啊, 这样说明就是, 呃, 1号是, 3, 就是, 这个月的1号是星期四, 对吧, 星期五星, 六星天, 这样来的, 它这样呢, 就是, 把每个day的, weekday, 这肯定是都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平均, 啊, 这样的话, 就能知道, 嗯, 它是星期几, 对吧, 哦, 诶, 是这样子吗, 这个df点, weekday, DF weekday, 是的老师, 我就是要看一下那个, 就是每一天, 它是星期几, 然后我好map到那个图里, 哦, 对, 你要map到这个图里面去, 对吧, ok, 明白了, ok, 这样的话, 这里也是有30个记录, 对吧, OK, 然后呢, 它这里, 你看它第一次跑的话, 它就没有把这个图做出来, 对吧, 如果你再跑, 你看我刚刚第一次没做出来, 第二次跑, 它就有了这个图, 对吧, 然后它这个图呢, 它做的挺有意思的, 就比我, 呃, 就给大家这个code呢, 就做了更多一点点了, 就是说, 因为首先这里有两个图, 所以呢, 这里要用这个叫subplot, 应该是用subplot, 还是用plot, 这里有个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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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一个subplot, 你看, subplot, 是有两个图, 第一个图呢, 就能看到这个median speed, 对吧, 就是每一, 呃, 这三十天, 它的规律,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些annotation, 对吧, 这个叫annotation,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怎么做annotation, 啊, 然后它就说明这个是星期四, 对吧, 这个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对吧, 说明这个星期天的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对吧, 你看, 永远都是星期天的速度最快, 对吧, 然后, 星期六是其次, 对吧, 然后再其次是星期一, 对吧, 然后这个速度最低呢, 就永远都是星期五, 对吧, 所以呢, 就能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 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total taxi traffic, 这个规律, 对吧, 嗯, 也, 这个五呢, 就代表星期六, 对吧, 就星期六打低的人是最多的, 对吧, 其次是星期五, 再其次是星期天, 就是五六日, 这个打低的人是最多的, 对吧, 然后从这个, 1234呢, 就是会慢慢上升, 对吧, 你看, 这非常明显的这个train,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呢, 就能够发现一些规律, 对吧, 然后我是让大家write a summary on what you observe here, 啊, 经常就是有出现就是, 就包括大家就是, 这些公司给大家这些面试的这些project, 就是你花了好多时间去做图啊, 花了好多时间去写code啊, 就思考怎么做啊, 然后你自己能够理解这里里面的一些规律, 但是, 呃, 尤其是有些理工科的同学, 他就不喜欢写这些document, 哈, 就是不喜欢去总结这个东西到底是啥, 或者就是随便用一两句话就是总结了, 其实, 就是让你, 就是做, 书面的presentation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 呃, 你能在这个图里面能够发现哪些规律, 对吧, 你看他这里就写了大概, 呃, 五六句话, 我就觉得总结的是非常之好, 就是说, 啊, 然后呢, 你看首先是, 所有这两个, 就是median speed, 和这个total traffic, 呃, 就是有weekly的一个pattern, 对吧, 是periodic, 对吧, 这个大家都能发现, 对吧, 但是你要收出来, 对吧, 第二点就是, 呃, 他这里这样说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 就是说, 呃, 速度最快的呢, 肯定是行就行天, 对吧, 但并不是就是drivers tend to speed up,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行就行天, 就是上班的这些traffic, commute, 这个traffic不在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呃, 这个道路更好走一点, 对吧, 所以呢, 它的平均速度要快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个weekdays里面呢, 要,要slow down, 对吧, 要低好多, 对吧, 这是对的, 然后, Green taxi打低最多的那一天呢, 是星期六, 对吧, 你看这里很明显, 就是星期六, 对吧, 旗次是星期五, 然后再旗次是星期天, 对吧, 这能看得出来, 对吧, 就是他的这个, 啊, 然后最后一条, 就是, 啊, 这也是一个观察, 对吧, 就是这个texttraffic has a general decreasing trend, 对吧, 你看他就慢慢往下走了, 是不是, 啊, 这个是为啥, 对吧,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question, 对吧, 啊, 就是你可以propose一些东西出来, 对吧, 你可以propose, 比如说, 啊, 这个几月份呢, 啊, 啊, 这个是6月份的, 对吧, 可能是要慢慢放暑假了, 然后, 啊, 可能去vocation了, 对吧, 然后打低的人就慢慢变少了, 就从6月份到7月份可能变少了, 因为纽约的人可能少很多了, 对吧, 啊, 这是一种propose, 对吧, 另外一种propose, 你可以认为, 你可以想, 可能是不是, 呃, Greentaxi受到这个Uber, 或者Lift, 他的这个竞争压力, 对吧, 所以这个打他的这个打低的这个人数, 啊, 就会慢慢变少, 对吧, 啊, 至于你能不能说服你, 啊, 这哪一种, 啊, 可能性, 对吧, 那你可能需要用更多这个data来证明, 对吧, 你想想, 如果是真的是一个seasonality的原因, 就是比如说到七八月份, 啊, 人会超一些, 那可能每一年都会有同样的一个trend,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呃, 可能其他公司, 什么yellow type, 或者其他城市, 也可以出现一个这样的trend, 对吧, 啊, 你想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的话, 就是因为Lift或者Uber这个竞争的关系, 对吧,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 呃, Green Taxi是慢慢下降的, 对吧, 然后, 呃, Uber什么他们会上升, 对吧, 这样的话就能够证明你这些观点, 对吧, 啊, 就不管是哪一种了, 你背后得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 来说明, 啊, 你的观点,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上级课的这个作业, 啊, 不知道, 啊, 这是我们上级课的这个Panet第一节课, 不知道大家啊, 觉得怎么样, 讲这么多也有点累了, 我看, 我稍微, 问大家两个问题吧, 啊, 点名问大家两个问题吧, 啊, 大家听课怎么样,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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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之前讲了这个NumpPy, 对吧, NumpPy最基础的这个DataStructure叫什么名字, 你记得吗, DataStructure名字, 对, 最基础的, 啊, 我们把数据放在哪里, 啊, 在NumpPy里面, 放在Array里面, 对, NumpPyArray, 对没错, 这个NumpPyArray有什么特点, NumpPyArray的特点是, 当它进行计算的时候, 不仅仅是记录List里面的, 值, 同时也记录这个List的元素所储存的位置, 也会记录那个信息, 不不, List的话, 啊, 啊, 其实你说这个NumpPyArray的这个, 就是, 哦, 我想知道的就是, 两个特点, 一个是Homogeneous, 因为List的话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对吧, 但是NumpPy, 就是每个元素这个DataType, 必须是一样的, 对吧, 嗯,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啥去了, 你还记得吗, 第二个特点好像是运算速度很快, 对, 为什么很快呢, 因为它是, 好像是因为它里面每一个值都是有个对应的一个, 存储的一个什么记号吧, 然后在计算的时候是, 就可能跟Diction有点像, 类似, OK, 嗯, 这个回答我不是特别满意了, 其实, 嗯, NumpPy Array, 其实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Homogeneous, 另外一个是Multidimensional, 就是你可以, 进个二维或者三维, 这样的一个Array, 然后呢, 你操作的话, 比如说你求Min的话, 你可以只对一个维度进行操作, 你也可以对所有的维度进行操作, 哦, 前面你说的那个, 就, 就正是因为它是Homogeneous, 啊, 然后呢, 你可以做很多这种, 嗯, Universal functions,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Vectorized computation, 所以它速度是特别快的, 其实, 这样子, 好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 Mass High Level, 一个很容易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 哦, 我再问一下另外一个东西吧, 我看, 金斯你在吗? 在, 嗯, 你觉得这个Numpad跟Panda, 比如说, 或者说吧, Panda是最基础的这个DataStructure, 叫什么名字? 嗯, 那个DataFrame, OK, 对, 没错是DataFrame, 然后这个DataFrame跟Numpad这个Array 有什么不一样呢? DataFrame有, 有ColumnName, 对, 有ColumnName, 没错是的, 然后也有, 其实也有RowName, 对吧, 那就是一个Index, 嗯,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对吧, 因为Numpad的话, 你就只能用这个, 嗯, 你可以, 这个, 看到DataFrame呢, 你可以referred by这个, RowName, 或者是ColumnName, 对, 第二个是什么? 嗯, 有更多不同的Function, 比如说, 就是, 还有, 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区别呢, 就是Numpad的话, 所有的这个DataStrux, DataType都是一样, 对吧, 但是, 它的DataFrame呢, 每个Column可以不一样, 对吧, 比如一个Column是Integer, 另外一个Column是Stream, 另外一个Column是Stream, 对吧, 所以呢, 它是一个抑制的, 嗯, 一个DataStructure, 确实是, 嗯, 嗯, 对, 这就是最两, 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其实是, 当时党一反而面, Fanny的时候, 就被问到这个题目, 他当时回答的特别好, 因为, 他面之前那一听晚上, 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 就特别巧, 我就把这个题目给压中了, 嗯, 好巧, 真的好巧, OK, 嗯, 就稍微, 我们, brain teaser 一下, 嗯, 我们今天呢, 就, 把这个, 嗯, class 16, 其实还是关于这个New York Taxi, 嗯, 一些东西把它讲完, 嗯, 然后我今天可能讲的这个速度呢, 会稍微快一点点, 就不会讲的像上几分那么一样, 啊, detail, 就是, OK, 然后, 比如说我这里的话, 那是New York Taxi Data 2,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像上次一样, 嗯, 把这个Data给读进来, 对吧, 嗯, 我们上一次还差一点点, 哦, 对, 上次还差一点点, 想起来了, 其实那个差了一点点, 跟那个我们这个作业的最后一体的基本上是一样, 啊, 然后, 为了把这个讲完了, 我们应该把它看一下, 也是做一个aggregation, 对吧, 然后做一个图, 啊, 对吧, 啊,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对吧, 就是, 你把每个hour, 给求出来, 就每个, 就是它是几点钟打低的, 对吧, 然后你看我这里的话就展现了, 就是, 就是下午两点钟, 对吧, 这凌晨三点钟, 是, 啊, 这个是hour是从零开始还是从一开始, 我都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从零开始, 对吧, 你看这是从零开始, 啊, 所以呢, 这是下午三点钟, 这就是,啊, 啊, 我们找,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一条记录都能够知道它是几点钟开始的,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呢, 是对每个hour, 这个go buy, 对吧, 这样的话, 比如说一点钟的这个, 所有的记录都放在一起, 对吧, 然后我们就看看这一点钟, 或者, 下午一点钟, 或者下午两点钟, 就每一个小时, 它的这个打次的这个距离, 就个aggregation, 对吧, 然后我这个aggregation呢, 然后用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有两个function, 一个是求min, 一个是求medium,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 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dataframe出来, 对吧, 啊, 我这里之所以既要用min, 也要用这个medium的话, 就是说我们, 我看, 啊, 这两个数据, 是不是得出同样一个结论出来, 对吧, 这样的结论就是一个consistent,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结论是很强的, 对不对, 最好让我们说, 某个人很美, 对吧, 然后可能一个人说他很美, 那大家就听一听, 如果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 也说他很美, 对吧, 那你可能觉得这个真正是很美, 对吧, 因为这两个都不是很相关, 这是一个非常strong的一个evidence, 其实是, 啊,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证明自己的一个观点, 也是同样的, 对吧, 你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证明,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生成一个这样的dataframe,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它这个图给做出来了, 其实是, 对吧, 我, 就是大家focus在我这个做的图吧, 就是这个hour of the day, 对吧, 就能看出来, 不管是mean还是mean, 对吧, 然后它都有, 基本上有个同样的一个趋势, 对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中位数距离, mean distance的话, 都差不来太多, 只是你看到晚上了, 大家打击的距离会长一点点, 对吧, 然后这个, 最高的时候, 就是, 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 对吧, 那可能是, 喝了一碗酒的回家的, 什么这种人, 他打击的距离会稍微长一点, 而且, 不管是mean还是mean, 得到结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说明, 其实我们这个data的话, 这quality, 是不错的, 对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看, 我这个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吧, 首先我这里就是个scat plot, 我这里呢, 其实做了四个图, 对吧, 因为我做了一个scat plot,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line plot, 对吧, 然后这是0到24, 对吧, 然后这是, 我们这个数据, 这个是color等red, 对吧, 然后这个是label, 对吧, 然后这个是marker, marker就是说, 你这个做scat plot, 一般都是用圆圈, 对吧, 我这里用一个star,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大部分都用的, 都有默认的东西, 默认的这个值, 对吧, 做了两个scat plot, 做了两个line plot, 然后你看这个legend, 就是这个, 中文应该叫图例, 对吧, 把它放到这个, 右上方, 对吧, upper right, 然后这个found side等于large, 对吧, 你可以调这个字体大小, 然后这个plt的axis, 就是说, 我这个图的这个x座标, y座标, 它的range是多少, 对吧, 就确定的是从-1到24, 然后是这个, 1.5到4.5吧, 如果我看现在能执行吗, 我前面好,前面好东西我都没执行, 是吧, 看看能不能, oh, sorry,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能回去啊, 其实是, 我想想, 我看看能不能revert, 1月20号, 这都是好久以前的了, 我看看能不能revert, 看一下, 有吗, 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checkpoint, 对吧, 你看现在还在这里啊, 就是回到那个时刻的那个状态, 对吧, 嗯, 这就是这个axis, 这个是xrange和y的这个range, 对吧, 然后这里就是xlabel, 对吧, 你看是hour of the day, 你看hour of the day在这里, 对吧, 然后fond size, 肢体大小, 对吧, 然后colors, 我只选了blue, 对吧, 然后white label也是一样的, 然后你看我还要savefix, 对吧,把它存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那个fix, 不是建议一个文件夹吗, 对吧, 存到那个里面, 叫这个名字, 然后我再写pt.show, 对吧, 然后呢, 也show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 然后这里呢, 我其实是怎么说呢, 嗯, 你看我们这里写了非常多行, 对吧, 做了一个图, 其实呢, 这个pandas, 或者这个pandas series, 或者这个series, 就是跟这个mataplotlab, 它是结合的非常之好, 其实是, 你看我这里是, 其实就做了一个speedbyhour, 这样的一个dataframe, 对吧, 然后你就写个.plot, 也能够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出来, 嗯, 就都差不了太多, 其实是, 然后你看, 它的这个x轴呢, 就是这个dataframe的这个index, 然后它这个y轴呢, 就是那两个column, 一个是mean, 一个是mean, 对吧, 一个是mean, 一个是mean, 这样的一个lineplot, 对吧, 所以呢, 但是这样子多损失啊, 对吧, 很多时候呢, 有时候你要做一个图, 你自己看一下, 然后再继续move on, 对吧, 你就可以这样去, 就直接点plot就行, 就dataframe点plot, 这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index作为这个key, 作为这个x轴, 对吧, 然后我这里做了另外一个图, 对吧, 我们是比较了这个speed, 这个min或者mean这个speed, 随着每一个时间的, 这是hourly的pattern, 对吧, 我们想看有没有hourly pattern, 对吧,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速度呢, 最低的时候呢, 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对吧, 啊, 然后过了下午三四点钟呢, 就是这个速度就, 车队就能慢慢能跑起来, 对吧, 因为带回家的人都回家了, 对吧, 然后这个速度最快的时候, 是凌晨五六点钟的时候, 对吧, 那街上, 啊, 肯定没什么车, 对吧, 这呢, 也能够make sense, 而且这个min和media呢, 能够基本上是一个story, 对吧, 然后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total taxi traffic, 跟这个, 呃, 一天的这个24小时,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这白天就是8点钟左右的吧, 8, 9点, 10点, 11点, 12点, 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钟, 它的这个taxi的这个需求, 基本上是水平的, 对吧, 然后过了下午2, 3点钟的时候, 就直接上升了, 对吧, 一直到这个晚上大概7, 8点钟的时候, 对吧, 啊, 就是说taxi traffic, 呃, 晚上7,8点钟的时候, 需求是最高的, 对不对, 啊, 就这个意思,啊, 我们之前, 住院里面做的那个图, 就能发现是星期六的吧, 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我忘了一些, 诶, 大家有同学记得吗, 我, 这里好散, 啊, 这样的话, 我们是看weekly拍的, 就能看到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 这个, 反正是五六日, 对吧, 这个traffic, 就taxi traffic最多的, 对吧, 就需求最大, 然后我们看这个hourly的话, 也能看出来就是晚上7, 8点钟的时候, 这个需求是最大的, 对吧, 所以呢, 你看, 这个数量如果足够大的时候, 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 对吧, 我们是by hour, 你可以看一下, 对吧, 有时候呢, 你可以什么by week day, 就星期一,星期三, 什么这种, 你能看一下, 对吧, 或者你可以, 你都能看出来有些什么interaction term, 对吧, 比如说, 这是by hour, 对吧, 但是呢, 我是把所有的, 不管是周一到周五, 还是周六周日, 我都一股拢晃到一起了, 对吧, 可能这个周中, 它的这个 pattern, 和周末又不一样, 对吧, 周中的话, 可能白天大家没什么时间出去, 对吧, 晚上7,8点钟, 打敌人最多, 对吧, 这个周末的话, 那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对吧,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你的 data split 成为这个周一到周五, 然后周六到周日, 是另外两个部分, 对吧, 每个部分呢, 做一个, 这个hourly pattern出来, 我, 基本上可以肯定, 呃, 你这个, 这两个图会非常不一样, 其实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效果呢, 其实是, 呃, 就周中和周末, 这两个效果的一个叠加, 的东西在这里面, 对吧, 所以这个数量很大的时候呢, 这个维度也很大, 对吧, 所以, 呃, 你怎么思考, 就是, 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这个头脑, 非常重要, 其实是, 好, 这就是我们, 把这个上级课忘了讲, 这个讲完, 好, 然后我们这节课, 这个, 这个已经, 弄完了, 对吧, 然后我之前是叫一个raw data, 对吧, 我这里再把raw data点copy了一下, 对吧, 这样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有一个df, 对吧, 也有一个raw data,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我是做了一个deep copy在这里面, 这样的话, 我这个, 比如我就对df做了很多操作, 对吧, 有时候呢, 这个操作我不太喜欢, 那怎么办呢, 我就直接再执行这句话就行了, 对吧, 我就把raw data再取出来,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去把这个原始数据再下, 下载一遍, 我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就是, 因为你做着做着, 可能这个, 网络连接不是很好, 或者你还花几分钟, 什么把这个data给download了下来, 什么这种事情去写, 你不想再继续做这些事情, 然后这个就是把, 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点, 就是把所有的, 该用的这个package都load进来, 对吧, 你看plt做图的, 对吧, 然后我加这句话, 是inland, 说明是, 我让他show, 他就会show一下, plot一下, 他就会给我们直接把它看, numpy,pandas, 对吧, 这个我们讲过就是把这个data time, 变一下, 我这里呢, 做了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当时, 其实说实话, 这个就是一个公司面试的这个题目, 所以呢, 我就拿出来给大家讲, 那公司面试的题目, 他就说的很简单, 我现在给你一个New York taxi data, 你帮我分析一下New York taxi, 到几个机场的, 到纽约的这几个机场的, 就比较比较一下这个LaGuardia和JFK的这个taxi traffic吧, 就是说一句这样的话, 然后, 这是一个非常open-ended的一个question吧, 然后你要可能做很多这种分析, 这就是当时我做的这个分析, 然后看看这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有两个大机场, 就一个叫LaGuardia, 一个GFK, 因为这个,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机场叫EWR, 然后, 就不在我这个分析范围之内, 然后, 我就分析一下, 比如说LaGuardia, LaGuardia呢, 是离法拉圣, 离Quins非常近的一个机场, 然后呢, 它有四个terminal, 分别叫ABCD吧, 然后呢, 我用这个Google, 这个Coding, 能够找到这个四个terminal的这些, 经纬度的这个坐标, 是不是, 然后呢, 我想看到, 我想研究就是, 到每一个terminal, 它的这个traffic的比率大概是多少, 比如说是, 到terminalA的人比较多了, 还是B的人比较多了, 还是多少, 然后呢, 我就写了这一大堆话, 然后, 大家先看一下它, 我们这个, 大概结论吧, 就是说, terminalA, 就是那个月的, 就是说, drop off只有612次, 对吧, pick up 15次, 就非常低了, 你看这里所有的, 所有的pick up都非常少,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drop off就非常多, 你看这都超过1万次了, 因为, 这个第4, 下课完之后, 他不能马上接课了, 对吧, 他要去一个地方, 再另外去排队, 然后, 才能去接课的, 其实, 但是呢, 也有第4, 就是说, 下课可能, 刚好有人要上来, 他就直接把它带走了,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能够从数据上, 能看到这一点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pick up, 这个time, 非常小, 就没有太多统计, 对吧, 我们就可以只用, 考虑这个drop off这个, 呃, 呃, 次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又看到这个terminal A, 呃, 人数非常少, 这600多次, 对吧, terminal B也1万多次, terminal C5000多次, terminal D是3000多次, 对吧, 我们就能够看到, 大概知道哪个, 比如说terminal B, 这个人数是最多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能看, 也能够分析出来就是, 呃, 比如说terminal B吧, 就是他drop off的时候, 平均付了25块钱, 然后这个平均呢, 这个距离呢, 是打击的这个距离是六, 呃, 就是六脉, 对吧, 然后, 啊, pick up, 当然这个pick up, 非常少,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 诶, 等一下, 这里其实有一点点问题, 这里的话, pick up, 它的这个, 前数要多一点, 对吧, 但它距离要少一点点, 啊, 当然, 这个, 146这个数据, 是非常之小的, 这也不能说明, 说明太多, 这样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这个drop off, 是有一个统计意的, 就是, 我们知道, 就是到terminal B的人, 平均就大概花了25块钱, 然后平均这个, 打击过的这个距离呢, 六脉左右, 是吧, 然后, 你可以看看, 它有一点点这个variance, 就是不同的这个terminal, 啊, 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把一个巨大的一个data, 嗯, 就是, 把这个四个terminal给分出来, 对吧, 我这里做出来的呢, 就是, 呃, 对于每一个, data frame, 呃, 对于整个这个data frame, 整个这个data frame, 我做了一个subset, 其实呢, 就是在, 以它那个terminal, 经纬度为中心的地方, 做了一个长方形, 就是, 对吧, 在这个长方形里面的呢, 我就认为是, 比如说这个temp1和temp2, 一个是pickup, 一个是dropup, 对吧, 啊, 就是, 呃, 符合我要做统计的那一部分data的, 这些, 呃, 一个小的一个subdata frame,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到时候就只用去看一下这个subdata frame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mean distance, 对吧, 就是mean distance, 呃, 然后这个次数在哪里, 啊, 这个次数就是它的这个shape, 对吧, 我们说过df.shape的话就是告诉你多少行多少列, 对吧, 那0的话就是多少行, 对吧, 好, 这样的话我就分析了一下这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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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当然这个, 那Guardia就跟城市内部特别接近, 就是你这个data可能分离出来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gfk呢, 因为这个机场比较大, 然后离城市比较远, 然后离城市比较远, 这样的话, 它就看得更清楚, 对吧, 你就能非常看得清楚就是, 比如说这是一个terminal, 这是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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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一二三四五个terminal, 啊, 这里很, 这些点其实是非常稀疏的, 对吧, 因为你想想, 我们这里一共有一百万个点, 对吧, 然后这里有几十个点呢, 其实都可以忽略掉下去, 大部分点呢, 就肯定都集中在这一部分, 啊, 然后呢, 我也对这个gfk的事情呢, 也做同样的分析, 对吧, 然后呢, 哎呀, 我这里的话只是, 呃, total traffic, 就一万多次, 对吧, 比刚才呢, 就差, 啊, 可能是, 啊, 感觉gfk的traffic, 还没有laguardia多, 对吧, 但其实gfk这个机场, 比laguardia要多很多, 大很多, 啊,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是, 纽约有地铁去gfk, 所以去机场人呢, 很多都是地铁去的, 但是laguardia呢, 是没有地铁的, 所以呢, 然后你城市又比较近, 对吧, 很多人就是, 把二十块钱去打地去, 就是很, 很有可能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也看了一下这个New York, 整个New York City, 这个打地的这个平均距离, 距离和花的钱, 对吧, 然后呢, 我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bar chart, 呃, 说明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看gfk呢, 平均, 去gfk, 平均要花四十八块钱, 去laguardia平均花二十几块钱, 这个New York City, 平均呢, 也就十几块钱, 对吧, 这很明显, 你能发现这个gfk离市区比较远, 对吧, laguardia呢, 呃, 就近一点的, 对吧, 然后在纽约市里面, 大家打地的特别近, 对吧, 这样的话, 我就做了一个bar chart, 对吧, 你看这个bar chart是怎么做出来, 就plt.bar, 对吧, 然后呢, range是3, 对吧, laten是012, 这样来的, 然后是这个average fair, 有三个数字在这里面, 对吧, 然后你要确定这个bar width, alpha, 就是这个做图的这个透视率, 其实是, 然后颜色, 对吧, label, label, average fair, 然后这个gfk, 这个xtx, 你看, 就对每个index, 就012的时候, 025就写gfk, 1来选naguardia, 2来选nmic, 其实是, 对吧, 然后把legend显示出来, 也save了这个fig, 对吧, 其实现在你让我去做这个bar chart, 我早就忘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 对吧, 如果, 首先你自己想构思一下, 对吧, 你做一个这样的图, 大概想长成什么样子, 对吧, 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 已经经过好多一样图了, 对吧, 你在做一个图呢, 还是几个subplot, 对吧, 这个图呢, 是histogram呢, 还是bar chart, 还是scat plot, 还是, 我们之后的讲课, 比如说counter plot, 什么这种比较复杂的,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直接去google就行了, 对吧, 比如说我想想这个, MetplotLab, bar chart, 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吧, 你看这个bar, 对吧, 你看这里, 都已经给出了好多这个例子了, 对吧, 你看有一大堆这个变量, 对吧, 其实是, 然后你也可以去找找就是跟你想, 这个想要做的这个图比较近的, 对吧, 啊, 比如这个, 啊, 你看, 就是这两组, 对吧, 它就要既比较不同的group, 也要比较, 这个gender, 对吧, 然后这个图就是, 用这段code做出来, 对吧, 如果你要兴趣呢, 其实你就把这个copy paste过去, 你都能够run这个图, 对吧, 做出来了吗, 啊, 对吧, 你看我刚才就没执行, 再run一次, 没能够执行出来, 对吧, 啊, 它就做成一个这样一个图了, 对吧, 接下来呢, 你再把这个你想改的地方, 它们改一改就行, 把你的这个数据给填进去, 啊, 当然这不是最专业的这个咒图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呃, 看看, 对, 你看这里的话, 我们就比较了一下, 呃, GFK, 对吧, 它这一万三千个人, 人次, 对吧, 那管理有两万多, 对吧, 呃, 其实我后, 我真的是后来去查的, 因为我们也不住在纽约, 我们也不知道, 我知道GFK这个机场比较大一点, 但是没想到它的Taxi反而少一点, 因为, 呃, 有, 有地铁去哪里, 是吧, 然后它的这个距离要多很多, 有13万, 对吧, 这个打地的费用呢, 也多很多, 48块钱, 好, 这就是分析的这个, 呃, 叫什么, Airport Traffic, 其实是, 很多时候就是, 呃, 有人会问一些比较specific question, 就是说, 你一定要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对吧, 然后把这个预期的效果已经告诉你了, 对吧,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说, 我有个在那个dataset, 你帮我看看有, 有没有什么interesting的一些trend, 对吧, 他没有问你任何一个东西, 或者就是说, 呃, 我要一个New York Taxi data, 你帮我一下, 看一下这个Airport Traffic, 有什么样的特点, 是吧, 你稍微分析一下吧, 呃, 之前是非常open-ended, 对吧, 你可能花一个小时也可以, 你花一天或者一周都有可能, 其实是, 这样的话, 就这种问题更加麻烦, 就是说,啊, 你,而且你要是, 你要找到一个比较有, 有意思的一个点去说, 对吧, 或者, 你自己都觉得, 呃, 这个数据分析没什么太多意义, 然后, 也, 讲起来也没什么太多近, 对吧, 那就很难去说服一个面试官了, 其实, 你至少你先要说服自己, 对吧, 这个东西有意义, 能够tale a story, 对吧, 然后你再能够, 才能够说服别人, 啊, 就是这个,啊, 接下来呢, 有另外一个研究的对象, 对吧, 你看, 因为我们这个beta足够大, 对吧, 然后呢, 也有这么多column,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这里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 呃, 去研究一下这个New York Texas, 怎么不小费的这个事情, OK, 啊, 因为我们记下, 我们记得, 啊, 有个total fare, 对吧, 就是整的花的钱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 就是, 就基于里程花多少钱, 还有一些这种税啊, 费啊, 花多少钱, 那这个difference, 可能就是这个小费, 对吧, 你看, 我们的这个, total without tip, 就是, 这个total amount, 减去这个tip amount, 可能是本来就有一个tip amount, 这样的一个column, 是吗, 是的, 应该是, 这就是付小费之前花多少钱, 对吧, 因为大部分人给小费, 都是按这个百分比给的, 对吧, 然后呢, 你这个tip amount, 除以这个total without tip, 然后再乘100, 就是他的这个比率,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derive了两个column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想, 想看看这个tip percentage, 这就是我们想观察的, 其实, 你可以认为这是我们的vide, 就是我们这个puget variable, 因为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一下, 或者, 付小费, 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跟每个变量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比如说, 当然这个数量是特别大的, 比100万的, 对吧, 我们呢, 就比如说, 我们想看看跟这个vendor ID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或者跟这个payment type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个vendor ID, 其实大部分都会为2, 对吧, 小部分为1, 所以呢, 也说明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payment type, 我们之前就说过就是, 一半是cash, 一半是credit card, 对吧, 可能这个用cash付钱呢, 和用这个credit card付钱, 就是, 他付小费的行为可能不太一样, 对吧, 你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吧, 比如说用r的话, 这个是true的话, 就是用这个cash, 对吧, 你看这个cash, tip390, 对吧, 这个小费是0.93, 也是非常低的, 对吧, 然后这个cash, 0, cash0, 对吧, 然后这是用credit card25%, credit card20%, credit card20%, 对吧, 然后这里是cash, sorry, 这是credit card, 他也没付小费, 对吧, 所以呢, 情况有点复杂, 然后呢, 你可以多做一点sample, 然后看你的这个观察, 这个train, 对不对,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做个historian plot, 就是payment type为1的, 你做个historian plot, 这个t percentage, historian为2的, 然后也做个historian plot,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说, 用cash付小费的, 基本上t percentage都为0, 用credit card呢, 也有一小部分没有付小费, 对吧,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这, 你说, 我之前读那个dictionary的时候, 好像看到有地方说, 如果用cash的话, 那个付小费是不记录里面的, 对, 这是我要说的这个, 等一下要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感觉就是用cash付钱的人都没有付小费, 对吧,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然后, by the convention, 其实大部分还是付了小费的, 只是这个taxi driver, 他没有report这个小费, 对吧, 因为如果是credit card的话, 那肯定会report这个小费的, 对不对, 因为跟你这个车费是在一起, 然后一定要走一个这样的一个, 电子这个交付的这个系统出现的, 对,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想看一下2%这个Hitgram plot, 然后我, 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去看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 你看我这里还drop了一些NA, 对吧, 然后呢, 又只取了这个, 付小费是小于40%, 对吧,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付了2000%的小费, 这有可能, 对吧, 但是我们做个Hitgram plot的话, 那, 那右边基本上都是空的, 对吧, 我们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出现, 然后我们这样做一个Hitgram plot, 发现, 就是在零这一点上面有个巨大的峰值, 对吧, 就是有很多人为零, 对吧, 啊, 就像陀琳说的, 其实是没有report而已, 并不是他们真的复零了, 就是说, 当, 根据我们这个data, 我们是判断不出来, 他们到底是坏的, 没坏的, 是什么样子吧, 然后呢, 我们也很明显发现, 就是, 有另外三个分, 20%, 25%, 和30%, 就是说, 啊, 就是选择这三个比率的人, 也是非常多的, 对吧, 然后, 你会觉得奇怪, 就是纽约的人, 难道数学这么好吗, 能够计算出, 啊, 就是给你一个random的数字, 49.86, 然后能够算出百分之二十多少, 百分之二十五十多少, 百分之三十多少,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啊, 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还去Google了一下, 就是, 啊, 嗯, 现在不到, Screen Type C, 就是说, 你每次结束之后呢, 它都有一个面板, 其实, 大家很多人去餐馆吃饭的时候, 也能看到了, 就是, 你再按一下, 就是二百分之二十, 还是百分之二十五十多, 我看能不能把这个, 啊, Screen, 啊, 看有没有, Image, 是这个Image吗, 我看看, 哦, sorry, 这里, 啊, 这里看不出来啊, 对, 大概就是会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面板, 对吧, 然后呢, 哦, 其实你, 我能看到, 就是说, 啊, 就是你可以支付, 另一个数了, 当然是, 然后呢, 也有三个会计的按钮, 所以你选, 数字百分之二十, 还是, 还是, 百分之三十, 对吧, 当然, 呃, 就, 根本就没有百分之五, 这个选限给你啊,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选择了, 就图容易嘛, 就选择了百分之, 就这三个按钮中间的某一个, 对吧, 就这个, 看有没有其他的, 图, 给大家能看到这个, ok, 啊, anyway, 这个就是我从这个, 我这个Hitgram plot, 能够学到的一些东西, 对吧, 我之前没有这个knowledge, 啊, 啊, 我可能以为百分之五也是一个很多人, 对吧, 其实是没有, 对吧, 他系统就只让你付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或者百分之二十, 就都已经很高了, 对吧, 然后, 我, 然后我们刚才也发现了, 这个零呢, 基本上是由这个, 呃, 开始人而引起的, 对吧,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对吧, 然后, 我这里就看到就是, 整个record有, 呃, 1.5个meaning, 对吧, 就一百, 看这个是一百五十万个数据, 对吧, 跟我们上次不一样了, 你看我们这个次数据是2015年9月份的, 对吧, 我们之前是好像是2016年6月份的, 好像是, 这个呢, 是在一年之前, 你就发现在一年之前, 他每, 这个月打低的有, 有150万, 一年之后他这一百万了, 说明这个taxibusiness它一直在下降, 是不是, 是吧, 就很明显这个数据能发现到, 然后, zero tip, 呃, 有这么多是, 呃, 就是记录的小费为零, 对吧, 占的比率大概是60%, 对吧, 这个比率是特别特别高的, 非常之高的, 对吧, 然后呢, 你可能去研究一下这个零是有什么引起的, 对吧, 然后我这里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 比如说是credit card的时候, 呃, zero tip有9万多, 对吧, 但是non-zero呢, 有60万, 对吧, 但是如果是cash的话, 这个有七十八万, 是zero, 对吧, 只有两个数据是non-zero, 对吧, 然后其他另外这三个呢, 呃, 这是payment type, 啊, 嗯, 就非常不常见的, 你就基本上不用太去看, 比如说, 呃, 付cash人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没有, 这个driver, 他没有report这个, 啊, 小费, 对吧, 所以, 比如说你想去做个model, 去研究这个付小费的行为的话, 你这个data就不available, 对吧, 至少用cash付钱的人, 这个tip amount, 他是不available的, 对吧, 所以, 你不管做什么model, 或者做了很复杂的什么分析之前, 一定要疗愈到这一点, 否则你做任何东西都没什么意义, 其实是吧, 然后做这个credit card, 啊, 然后也有这么多人是没有, 就是显示没有付小费的, 这些人到底是没有付小费, 还是说他是用cash付了, 还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不得知了, 对吧, 所以呢, 也得紧, 要警惕一下, 对吧, 因为这个大概有10万, 付小费是60万, 也就是说这个, 也是1比6的这个关系, 大概是, 也不少了, 也有百分之几, 这是这个, 所以呢, 这就是一些insights, 对吧, 就是cash, 就没有report tips, 对吧, 然后, 用credit card付钱的人, 然后有百分之十二呢, 是没有付小费, 或者是, 实际没有report这个小费, 对吧, 当然用credit card肯定会report, 他可能是用cash, 但是没有report, 对吧, 也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 接下来呢, 你不, 我们不是看到有三个按钮吗, 20%, 20%, 30%, 那我们想想, 大概选这三个按钮的人, 大家是, 倾向于是选择哪一个按钮呢, 对吧, 那, 像我们这种, 钱不是很多人, 肯定会直接选择20%, 对吧, 是不是20%人是最多的呢, 对吧, 选这三个按钮的这个比率, 人的比率大概是多少呢, 你也可以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析, 对吧, 比如说, 我就把这个0给去掉, 对吧, 你看我这个, 就选取这个access, 我就只选了5%到40%的, 这个range, 对吧, 然后这样就能明显, 看到这两三个峰值, 对吧, 这个峰值就明显是20%多很多, 那25%其次, 30%再少, 对吧, 但是呢, 你可能好奇心趋势, 你算一下这三种, 选这三种人的这个区别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我这里就算出来, 用了这样的, 一个tip, 20, 25的设定, 对吧, 看看它分别是多少, 对吧, 当然, 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个tolerance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 计算这个小费之后, 就是一个数除于另外一个数, 对吧, 这个数字数呢, 可能是19.99, 对吧, 但是呢, 可能还是20%, 对吧, 所以呢, 你要在一定范围之内选取, 就当做20%, 对吧, 我自己就认为, 比如说, 19%到21%就认为是20%, 就是24%到26%呢, 我就认为是20%, 就是这样选取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把选择三个按钮的人数, 都能算出来, 对吧, 一个大概是31万, 另外一个是8万, 一个是4万, 对吧, 所以呢, 它这个比率呢, 就是大概是8比2比1, 就是说, 就选择三个按钮的, 比率是8比2比1, 对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说, 选择付小费的这些人, 而且是在这个面板上面付小费的这些人, 有多少人是选择这三个按钮呢, 对吧, 有多少人呢, 是自己首输, 对吧, 我们中国同学这个数字都特别好, 一定不能多付了, 对吧, 我们一定要付到15%, 因为这样非常精准, 对吧, 你就把你的这个数字, 呃, 才一个0.15, 对吧, 然后再写上去, 啊, 有多少人是这样干的呢, 对吧, 你也可以算出来, 对吧, 你就把这三个东西都加起来, 对吧, 然后再处理一下这个总数, 对吧, 就所有负小费的这些人, 然后就发现有72%的人是, 呃, 选择这三个按钮, 对吧, 28%的人, 10个人里面, 大概有7个人是选择三个按钮, 对吧, 这7个人里面呢, 大概是巴比亚比, 选择这三个按钮, 对吧, 10个人里面有三个人呢, 会啊, 用这个, 呃, 会输入一个字, 去付这个小费, 对吧, 啊, 这就是你的这个insight, 你稍微要写一写, 对吧, 你跟老板汇报的时候, 你也得说一说这些, 知道是, 用两三句话, 对吧, 啊, 看你分析这个结果, 是什么意义, 啊, 呃, 这个是这么多, 啊, 其实还有一个分析, 就是说, 你也可以去分析一下, 他负的这个tip amount, 啊, 你也能发现, 就是一块两块伤害, 是很大的一个风, 就是说, 很多人比如说, 打滴花了七块钱, 他就付一块钱小费, 就选一, Enter, 对吧, 一人选二, 就是比如说, 打滴是十块钱, 他就花了二, 选了个two, 你也可以看看这些人的这个比例分别是多少,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啊, 就是, 这个, 呃, 我们最后, 看看, 我看一下, 这个图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差不多, 就是, 呃, 当时我为了完成这个project, 他还问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题目, 就是说, 呃, 这里是做啥呢? 嗯, 他就这么问的, 就是, Can you build up a hypothesis of average trip speed, and function of time of day, 对吧? 啊, 就是说, 我们想看看, 呃, hour里, 就是每个hour, 他的这个average trip speed, 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律,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好像是, 呃, 跟我们上节课, 最后来这个东西也差不了太多, 对吧? 我们就go by this hour, 对吧? 所以有0到23, 然后呢, 这个是speed of the trip, 对吧? 有min和median, 对吧? 我们就发现,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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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是差不多的, 对吧? 是下午, 三四点钟, 这个速度是最慢的, 对吧? 然后到晚上就慢慢起来, 早上呢, 是四五点钟, 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虽然我们这个data是完全不一样的, 发现了吗? 我们这个data是2015年的一个9月份的data, 对吧? 之前是2016年什么6月份的这个data, 对吧? 但这两个都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 啊, 然后这个totaltaxie traffic, 也能, 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 呃, 上午, 呃, 看看, 上午基本上是平的, 对吧? 然后, 到了下午两三, 两点钟的时候, 就, 打地的人会越来越多, 对吧? 到晚上, 大概是, 这是八点, 九点, 这是九点, 大概,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就是达到一个高峰, 其实是, 对吧? 这个我们上次发现的这个, 规律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规律就是随着时间还没有太多变化, 对吧? 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 这个整个data side变小了好多, 对吧? 就是从1.5个million的record, 变成一个million的这个record, 啊, 当之前是9月份, 这个是6月份, 当这个月份有个, 可能有个seasonity的这个影响, 对吧? 就是说, 你也可以form hypothesis, 对吧? 比如说是seasonity的这个影响, 就9月份打地的人就是躲, 比另外一个要躲, 上面好, 对吧?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就是这个green taxi, 这个business, 就已经是江湖日下了, 对吧? 它就是慢慢的下火路,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可能要把所有的月份的数据都分析下来,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肯定能看到一个seasonity的这个关系, 也能看到一个整个宏观的这个chain的这个关系, 这其实就是一个big data的一个project, 对吧? 因为一个数据就这么大了, 对吧? 就差不多一个g了, 对吧? 那你要把所有年, 所有月的这个电子都收集出来, 啊, 这个是, 这个数据基本上就是海量的一个关系, OK, 然后呢, 你要form一个hypothesis, 这是我当时提加这个project的一个东西, 我现在看看, plot the total triplet of each hour of the day, 对吧? 我就是通过这个图去解释上面这个图, OK, 就是, 五月之后, 对吧? 这个riders呢, 就直线下降, 就没有人打低了, 这当然是make sense, 对吧? 然后这个speed呢, 就越来越快, 对吧? Speed is getting higher. But after dinner, the number of riders increases, 就是晚上之后, 就是, 他的这个打低的人是越来越, 打低的人越来越多, 对吧? 然后, 这个速度也越来越, 就是车越来越能够跑起来, 就是,对吧? 所以呢, 这是, 就是, 如果你是开taxi的话, 这个晚上节课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对吧? 你打低的人越多, 然后你跑的速度越快, 就, 就是, 差不多这么多, 就是我们, 呃, 讲了这样的一个case, 啊, 呃, 其实这个呢, 还只是当时做这个project的一部分, 对吧? 就是, 做前面的这些, 呃,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和, 呃, 简单的这些aggregation, visualization, 这些东西, 啊, 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做model, 啊, 到时候, 接下来就是, 有一部分就是说, 啊, 我们不是说这个, 负小费的这个百分比是y嘛, 对吧? 你要用这个x去解释y, 对吧? 做一个, 做一个model出来, 对吧? 你的数量是很大的, 对吧? 啊, 首先你很明显就是说, 用cash付钱的人, 基本上就是小费为0嘛, 就显示为0了, 知道是, 啊, 然后你想, 有什么样的future, 又跟这个, 付小费有关系呢? 对吧? 可能跟这个出发的这个街区有关系, 对吧? 啊, 可能有些地方就是黑人区, 黑人, somehow, 他就不太喜欢付小费, 啊, 然后, 当然我只能在这里说这句话了, 啊, 另外一个呢, 可能是跟这个时间有关系, 对吧? 如果是, 呃, 就比如说你下班打地回家的这些人, 或者下, 上学这些人, 和这个晚上喝完酒出来打地的这些人, 他这个付小费的这个行为就不一样, 对吧? 啊, 你怎么把这些future build到你的这个model里面来, 这个也是要花好多时间的一个事情, 就是啊, 这也是我们, 这个bootcamp, 啊, 大概, 啊, 后面一部分, 后面半程要讲的这些东西, 啊, 好, 我们看一下大概, 啊, 跟这个, data set, 还有没有问题, 啊, 没有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布置的作业吧, 这个作业在这里, 啊, 这个Homework 16, 对吧, 这个Homework 16呢, 就是我们分析一个比较简单一个dataset, 这个dataset呢, 是叫Names, 就是, 呃, 美国应该是人口统计局, 什么这种, 啊, 他都记录了每一年, 比如说就是1880年, 对吧, 然后叫Marie的女性, 对吧, 女孩, 有多少个, 生了7000个女孩叫Marie, 是吧, 生了6000多个叫Anna, 比如说, 是吧, 然后这个dataset就是三个column, 就是他的name, 他的sex, female或者male, 对吧, 他的这个birth, 啊, 然后你能发现他已经是存在到小排列了, 其实是, 是吧, 所以之前, 以前, 呃, 非常有名的人叫, 就常用的名字, Marie, Anna, Emma, edispers, mini, Margaret, 什么这种,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data做一个操作, 对吧, 呃, 第一题比较简单, 就是, 我们想知道所有的男孩, 就是在1880年, 剩下多少个男孩, 剩下多少个女孩, 对吧, 然后make a bar chart, 对吧, 你看我这里给大家显示, 就是, 女孩是9万多, 男孩是11万多, 对吧, 啊, 你从这里看的话, 这个, 呃, 男孩比女孩要多了个百分之二三十, 是吧, 这个到底是, 真实的还是不是真实的, 呃, 也很难判定, 对吧, 这个, 至少就是我们这个dataset, 包括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结果, 啊, 其实一个解释的原因就是, 1880年就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 事情了, 对吧, 那也肯定不只是那么多, 它可能是有个selection bios, 或者什么问题群带, 但我们不用去管这些事情了, 然后, make a barge plot, 对吧, 就是, the female is male, male要比female要多个百分之二三十, 对吧, 看出来, ok, 第二题, find the most popular name by the first letter, and by gender,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我想知道, 啊, 比如说, 以A开头的, 这个女孩最常见的名字是什么名字, 比如这叫Anna, 对吧, 男孩就叫Arthur, 对吧, 以B开头, 最常见的女孩的名字叫Bessa, 对吧, 以B开头, 男孩最常见的名字叫Benjamin, 对吧, 以C开头, 最常见的女孩名字叫Clara, 这就一次类推, 对吧, 每个我都要让你导出来, 对吧, 比如说以Q开头的这个female非常少, 对吧, 比如叫Queen, 或者叫Quincy, 当然这是1880的这个数据, 我们就先分析1880, 第2题, 第3题, 第3题, 在做第3题之前呢, 我已经帮大家做了就是, 我们不仅有1880的数据, 我们有12年的这个数据, 我看有没有在我的里面啊, 这是class15, class16, 啊, baby name, 对吧, 你看, 1880的数据, 1881的数据, 每一年的数据都有, 对吧, 比如说你看我, 1980, 这是我出生的那年, 对吧, 最常见的女孩名字叫Jennifer, 然后Jessica, Ashley, Amanda, Sara, Stephanie, 然后男孩呢, 你看男孩应该在后面, 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要是很大的, 你看, 这多少行啊, 你看, 非常大, 啊, 啊, 哇, 我就不去找吧, 就是常见的这个男孩, 另外, 然后每一年都有, 对吧, 所以这个数据肯定不是Excel能够 handle的, 其实是, 啊, 然后我们这里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 啊, 把所有这些, 啊, 年份的这个数据, 就是我们都放在一起了, 他怎么做的呢, 就是你看, pd, 去readcsv, 你看, 这个csv呢, readcsv这个functions也可以去read这个txt, 其实是, 啊, 然后呢, 又形成了一个新的column叫year, 对吧, 就比如1880, 什么种, 然后呢, 这个pieces, 叫append到这个frame, frame呢, 就是一个, 啊, 这个frame, append到这个pieces里面去, 对吧, 然后呢, 他把所有这个dataframe, 给合并起来, 就是所有的年份都有了, 这样, 对吧, 做个contentation, 那我们下节课, 或者下节课会讲, 这东西怎么做出来, 这样生成一个巨大的一个data, 然后这个data呢, 有这么多行, 对吧, 多少行, 就1.7个million的行, 对吧, 然后只有四列, 对吧, 本来只有三列的, 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加了个year吗, 就这样一点, 啊, 然后让大家做啥呢, 啊, 我们写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是啥呢, 就是, 比如说你告诉我一个人的名字, 比如说jun, 就是我们上一期有位同学叫jun, 对吧, 啊, 我就能够给你展示一下这个jun, 随着这么多年变化, 就是去, 呃, 用jun做这个名字的人是怎么变化的, 然后呢, 分两个, 一个是male,female, 你看这个male基本外领, 对吧, 说明这个jun是一个female的名字, 对吧, 然后呢, 它大概是1920, 二几年的时候, 大家特别喜欢用jun做名字, 对吧, 然后呢, 就不断下降,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为0了, 对吧, 然后, 最后十年, 它开始又开始有一点点, 对吧, 然后这个ana, 对吧, 然后在1920年也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其实, 然后, 呃, 最近二零, 就是, 两千年左右, 它又开始增多, 对吧, 跟这个jun这个趋势又不一样, 对吧, 所以每个trender都不太一样, 比如这个leslie, 因为leslie, 她既是一个男孩的名字, 又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其实是, 你看有一部分男孩也叫leslie, 对吧, 女孩呢就是, 呃, 大概是1980年左右是很多的, 对吧, 然后就直线下降, 然后到两千年又开始增多了, 对吧, 这个是为啥, 对吧,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是长什么样的, 啊, 所以呢, 大家去做一下, 我们看看有什么,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规律, 是吧, 这第四题, 第五题呢, 跟这个DataFrame Pandas, 没任何关系, 是一个SQL的题目, 这个呢, 是我们GQ同学前一阵面试的时候, 呃, 这个一个project, 前面一部分的一些题目, 然后呢, 我就拿出来, 因为大家, SQL已经也过了几周了, 是吧, 但是SQL呢, 尤其是做Entry Level, 然后做Data Admin,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也不是回忆一下, 这个SQL是怎么写的, 其实是, 啊, 然后这个题目呢, 可以大家自己去看, 其实是讲的是非常清楚的,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个table, 第一个table呢, 就是, 呃, 看看, 这些东西呢, 就是, 这是一个游戏玩家的, 呃, 你可以认为一个数据库一样, 对吧, 这个Uler ID, 就是这个游戏玩家的这个ID, 这个Test algorithm, 就是说, 呃, 就是, 嗯,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promotion吧, 就是, 这个玩家可能买一些装备啊, 要花什么钱啊, 什么这种事情, 给他一个promotion, 比如说, 这个promotion1, promotion2, 就广告一样这种东西, 对吧, 然后这个, 比如说就是广告投放的这个时间, 对吧, 啊, 然后有很多这种记录, 对不对, 这是一个table, 另外一个table呢, 就是说, 这些玩家看到这些广告, 他有可能去买, 对吧, 所以呢, 这是所有payment的这个table, 就是比如说就是, U1这个玩家, 发了0.14, 啊, 这个单位我不知道了, 就是发这么多东西, 然后去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买了这个item ID, 买了这个item, 是哪一天买的呢, 就这样一天买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肯定是要比较一下这个, 到时候去看一下这个广告投放的这个效果, 对吧, 比如说, 这个U1这个人, 我投放了这个Machine Learning ML1这样的一个广告, 对吧, 在4月20号, 我们想看看他, 啊, 接下来几天有没有可能去买, 买装备, 对吧, 就是这个广告有没有起到一样的这个效果, 对吧, 啊, 这些东西, 啊, 有三个questions, 啊, 因为我们这肯定不能跑sql, 对吧, 你只能把这个, 你认为的这个sql script写到这里面来就行了, 第一题呢, how many unique users are treated by each test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啊, 就只跟第一个table有关系, 第二题, when was each user first treated by the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啊, 也只是跟第一个table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两个题目都比较简单, 啊, 第三题, 啊, 稍微难一点,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想想, 就是说, 呃, 就是他说, 题目是这样子, 就是每个user, 啊, 就是, 呃, 看到这个广告, 或者看到这个实验之后, 他在第一天, 就是, 就在广告投放当天, 就去, 呃, 就花, 分别花了多少钱,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没花钱的话就, 就为零,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你要把这两个table给join, 去上跑, 也带来去写一下这个, 这个sql的这个script, 啊,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这个就业啊, 啊, 我们今天没有太头堂, 所以呢, 也要更多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